你绝对想不到他的身价曾经是李嘉诚的20倍 但却受到了李嘉诚的威胁 他还自己贴钱被国家修建了公路桥梁发电厂等 如广深高速、广珠高速、东南西环高速、虎门大桥等 最后都无私地捐给了国家 他还是港珠澳大桥的首唱者 是中国机界的领军人物 在那个自行车都买不起的年代 他就明白了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 他先后投入了数百亿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而且所有项目回本后都无私地捐给了国家 尤其是虎门大桥 这是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特大型悬锁桥 每天有三百万的过路费 一年就有十多亿元的收入 可是项目回本后 他也毫不犹豫地捐给了国家 因为为人过于低调 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但他的贡献值得每个国人记住 他就是胡云乡 那他为何会受到李嘉诚的威胁呢 有人说是因为他提议建设的港珠澳大桥 动了李嘉诚的利益 事实果真如此吗 如今的他为何人家不如李嘉诚了呢 他到底做了什么大事值得被我们铭记呢 1935年 胡云乡出生在中国香港 他的父亲湖中是香港的出租车之王 整个香港有一半的地势都是胡家的 胡云乡是个富二代 但他并不贪图享乐 而是勤奋学习 立志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主修土木工程专专业 普林斯顿大学是全球最好的大学之一 在这里 胡云乡接受了最先进的教育 成为了一个土木工程的专家 他参观了美国的许多大型基建项目 其中 谢萨提克湾跨海大桥 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让他心生敬佩 也激发了他的创造力 回到香港后 他没有继承附近的出租车生意 而是投身于房地产行业 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 和卓越的专业技能 他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和和实业 涉足各种基建项目 物业租赁 酒店运营等领域 他不仅是一个商人 也是一个工程师和建筑师 他亲自参与了公司的 许多工程的设计和审定 以严谨的作风和高潮的专业性 赢得了市场和客户的认可 他的许多项目 都具有创新和实用的特点 解决了香港的一些城市问题 比如 他发现香港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 而汽车数量却越来越多 导致停车难的问题 于是 他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大楼 底层是停车场 其他楼层是住宅 这样 既节省了土地 又方便了居民 他建造了位于香港湾载的 和和中心大厦 这是他的代表座之一 这座大厦高达66层 即商场 餐厅 写字楼 停车场等多功能于一体 顶楼还有一个旋转餐厅 可以欣赏香港的美丽风光 外墙上还有一部观光升降机 可以让游客体验一下 高空的精简和刺激 这座大厦 是当时整个亚洲最高的建筑 也是香港的地标之一 1972年 胡英乡的和和实业 与李嘉诚的长江实业 先后上市 别看后来李嘉诚稳坐香港首富 但当时胡英乡的身价是40亿港元 而李嘉诚仅仅是2亿港元 差了20倍 胡英乡也成为了 华资地产巫虎将的老大 38岁的他 风光无限 那为什么最后李嘉诚夺得了香港首富呢 真相只有一个 胡英乡不务正业了 为了囤积财富 李嘉诚把所有的金子 放在了投资捐钱上 他低价买入地皮 然后伺机哄抬价格 赚得盆满钵满 甚至还垄断了香港的衣食住行 恨不得把每一个香港人民都吃干净 抹干净 胡英乡完全不同 1978年 胡英乡跟随霍英东等香港富豪 回到内地考察 他看到了当时国内的落后情况 于是他下了一个不符合商人身份的决定 要为国经商 他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在广州建造了中国大酒店 这是一座五星级的酒店 在他看来 内地要想招商引资 就要有好的门面 而当时中国一间像样的酒店都没有 他跟广州政府达成了协议 只要酒店回本 就无偿捐出 他还找来了香港的四大富豪 一起出了二十亿 共同打造了这座酒店 这个项目用了四年就回本了 胡英乡没有食言 他把酒店捐给了广州 这是他的第一个慈善项目 也是他在内地的第一张名片 到现在 中国大酒店 还是广州最好的高级酒店之一呢 在经营酒店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内地的两个大问题 电力和交通 他看到了中国大酒店经常停电 他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 他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东莞沙角建了两座电厂 沙角A和沙角B这两座电厂 都是他亲自设计的 沙角B电厂 甚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 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这两座电厂 为广东提供了大量的电力 有时候占了广东电力的四分之一 胡英乡也跟政府约定 电厂回本后就捐出了 出了一间五星级酒店和两座电厂 他先后在广东建了四条高速公路 一座大桥 其中就包括了广深高速公路和湖门大桥 累计投资高达510个亿 最重要的是 他从来没有靠这些东西赚过一分钱 所有的项目都无偿捐给了国家 他那时就看到了内地的交通非常落后 从香港到广州要花一天的时间 他觉得这太浪费了 他想要在广州和深圳之间修一条高速公路 让两地的人民和货物能够快速流通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他的想法 他们说我们连自行车都买不起 你要造高速公路有何用 出了一条提案 你要高速公路 国内就讲起跌路 他说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连单车都买不起 我说为什么高速公路这么紧张呢 因为它的效率高很多 但胡英乡坚信 广深一带的经济会快速发展 高速公路是必不可少的 他投资了一百七十多亿 建造了广深高速公路 这条高速公路采用了双向六车道的设计 是当时最先进的高速公路 也是最繁忙的高速公路 它极大的促进了广东的经济发展 被称为珠三角的黄金通道 修路还不够 他还要修桥 胡英乡的最得意的作品就是虎门大桥 这座桥是在珠江初海口建造的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里的水流很急 地质很复杂 没有技术 没有钱 没有经验 怎么能修桥呢 但胡英乡说 我不怕困难 我只怕没有机会 只要你们给我一个机会 我就能让你们看到奇迹 他说服了政府 筹集了三十亿的资金 组建了一个专业的团队 和内地的合作伙伴一起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设计 他们克服了无数的困难 历经了数年的奋斗 终于在1997年建成了虎门大桥 这是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特大型悬索桥 它的跨度很大 而且不用钢索吊住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 让世界都为之惊叛 当时还被誉为世界第一跨 虎门大桥一建成 就成了两岸最繁忙的交通枢纽 也是最赚钱的桥梁之一 每天有很多的车辆在桥上来来回回 胡英乡很快就能收回成本 面对日均三百万国路费 一年超十亿元的收入 胡英乡没有贪心 在桥回本后不久 他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把桥捐出 让它成为两岸的共同财富和荣耀 他说 我希望这座大桥 能够为两岸带来更多的利益和福祉 也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好好地管理和维护这座大桥 让它永远地服务于两岸 此外 他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基建项目 比如深圳的罗湖和黄港口岸 广州高速公路 广州的东南西环高速公路 顺德的路桥系统工程等等 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是这个人的经验 等于交通 你如果打不通的经验 所有什么经济建设能骗你 他还引进了BUT模式 这是一种让国家省钱又省力的模式 就是投资者出钱出力出技术 建造一些基建项目 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收取一些费用 等到项目回本后 就把项目交给国家 国家就可以无偿地拥有这些项目 说到这 就不得不提大家都熟悉的港珠澳大桥了 但你知道吗 港珠澳大桥是胡英湘最先提出来的 胡英湘是个有远见的人 他早在1983年 就想把香港珠海和澳门 用一座大桥连起来 让三地的人民 能够方便地互通永无 共同发展 只是当他提出要建港珠澳大桥的时候 李嘉诚却公开威胁他 因为李嘉诚控制着香港大部分的码头 一旦大桥建成 将会对他的生意造成巨大影响 但是胡英湘并没有放弃 他一直在收集有关大桥的资料 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梦想 并一直在向诗人宣告 就算大桥要100年才能收回成本 我也要造 终于 他的坚持有了回报 1997年 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第二年 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 林丁阳跨海大桥的工程项目 认为这个项目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 都有重大的意义 要尽快开始建设 经过多年的研究 论证和筹备 这个项目最后定名为港珠澳大桥 2009年 这个被称为世纪工程的大桥 正式动工 历经9年的艰苦奋斗 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 2018年10月 港珠澳大桥终于正式通车 这一天 胡英湘等了35年 而这个时候 胡老爷子已经83岁了 英国媒体曾评论到 和和公司是世界上最大 最纯粹以中国为投资对象的私营公司 胡英湘把他的一生都投资给了祖国 如今他身价18亿美元 远远没有他这些年投资给内地的多 胡英湘和李嘉诚都是一代商业奇才 但是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却截然不同 李嘉诚是个地产大恶 他在内地买了一大片的土地 却不肯开发 就像一个守财奴 等着土地涨价 然后在高价卖出 从中赚取暴利 他的做法虽然没有违反规则 但是却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 也没有为国家做出任何贡献 胡英湘就不一样 他是个有理想的人 他想造一座大桥 把香港、珠海和澳门连在一起 让三地的人民能够互相交流 共同发展 他的做法正是社会大众所期待的 是一种正能量的体现 也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所以他不应该成为那些 埋没在历史场合里 寂寂无名的人 而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 都牢记在新的民族企业家 我是中国人 就是我想帮中国做些事